1933年金剛第一次被拍成了電影 搭星星愛上女主角爬上帝國大廈 那就非常經典的橋段 而現在金剛用全新的樣貌形象重出江湖 不談戀愛變成島嶼的守護神了 1970年代一支探險團隊 想深入了解一座南太平洋的神秘島嶼 骷髏島 他們請求軍方陪同 沒想到是惡夢的開始 那是蛙蟲嗎 你會告訴我 我都不知道的事情 還是會把你的頭打開 猛獵都存在了 這座骷髏島何止有金剛存在 裡頭竟然住著人類 訴說著這世界上先少人知道的秘密 這隻名為骷髏蛤獸的超級怪物 最大可以長到95英尺 相當於28公尺長 重達100噸 在地底生活又愛吃肉 甚至殺了金剛全家人 兩大怪獸一面對決 渺小的人類只能逃命自保 雖然電影主角是金剛 不過卡斯陣容大有來頭 奧斯卡影后 普利拉森 化身戰績記者 還有 以洛基角色走紅的湯姆 希德斯頓 再度和神頓局長 山美尼傑克森合作 這些演員什麼大風大浪沒見過 只是現場 看不到金剛本尊的他們 多好意外 原來電影的金剛這麼大一隻 這只是一個綠色的鏡頭 還有一個小小的X 所以我把我的手放在X 那就是我看著 這就是很少奇妙的產品 所以你感覺到沒有質感嗎 沒有 沒有 我當我手放在他的手上 那就是像一個紙膜 那就是擁有手的感覺 所以那感覺很真實 唯一和金剛有肢體接觸的 布利拉森 竟然都是和冷冰冰的綠幕對戲 更不用說被金剛追著跑的男演員們 只能靠著想像力 每一隻兩千充 很困難 很困難 沒有人真的給我們那一隻 你懂什麼意思嗎 真的很困難 對 累歸累 但每個演員都樂得 在最新一集的金剛電影裡參一咖 畢竟這隻怪獸 從1930年代紅到現在 都超過80個年頭了 誰不想參與這經典的時刻 尤其以2005年彼得傑克森指導的金剛 翻拍1933年版本 重現美女與野獸的愛情故事 獲得全球影迷關注 其中和暴龍對戰的場面堪稱經典 當然怎麼能少爬上帝國大廈 這個最有代表性的畫面呢 電影票房在台灣賣出破億好成績 隔了12年 金剛又重回大一幕 從幕後團隊到演員都是全新卡斯陣容 如何保留經典 卻又要創造獨特風澤 是導演最大課題 於是先從外型下手 我們很開心說 我們有他們所有的最大課題 真的是史上最大隻 拿出2005年和2017年的比一比 光是身高 2017年的版本高達100英尺 大約30公尺 12層樓高 足足比2005年的大了4倍 故事背景設定的年份也相差40年 但2005年的金剛最大敵人 是恐龍 2017年的反而有各種神秘物種 攻擊金剛 殺滅人類 滾 我敲擔沃格特羅伯茲第一次指導商業大片 壓力當然很大 不過他從小就愛看怪獸電影 這回把金剛化身成島嶼守護神 又大又強壯 實在很難不讓人聯想到這位超級英雄 同樣都是力大無窮 破壞力十足 浩克和金剛其實也很有爭議感 巧的是兩部戲的主角都有湯姆基德斯頓 和神秘物捷克森的身影 如果所有人都合遇 然後有一個戰鬥 誰會覺得會贏 Hulk和Kong 我並不覺得Hulk 可以跟Loki做到最新的動作 當他把他翻向後 抓住他的肩膀 我認為他跟Kong找到很難 Ithani I am a god you dull creature and I will not be bullied by that Puny god 湯姆基德斯頓認為金剛會戰勝後客 不過神盾局長可不這麼認為 Oh probably hope I was pretty indestructible Kong is also too No you can break bones I mean that's why they have all those skulls and stuff laying around there on the island So apparently there's a way to kill them What the hell is this place This is what's left to Kong's pants 電影橫跨三大洲取景 從澳洲拍到夏威夷 甚至落腳越南 如今美國好萊塢有了屬於自己的怪獸金剛 更要藉此創造新的世界觀 把代表日本的哥吉拉加入戰局 預計在2020年對決 把系列電影做大 讓怪獸變得像英雄片 另一批新市場 收看今天人展覽的世界 我們下次再會 karma laid out 門市場 從你的表情 allt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